江山纵横 云桃飞流 多少豪杰装之为愁 天地之间聚散一壶酒 大江东巨浪淘尽多少悲愁 天下殷勤世事造酒 风雨人声为梦相奔走 无处寒意不是谁都能感受 天下英雄 再走 想想 说 为什么要冒充记忆 我知道迟早有一天 她会因为口无遮拦惹 而惹上大祸 抓人的时候 我就顶替她来了 大人 我去把记忆给您抓来 好 好 起来吧 谢大人 周科 你说说 你为什么替人受过 回大人话 寄信救过我的命 他虽然口无哲拦 牢骚满腹 可那份耿耿中心是任何人都比不过的 大人 你就饶过他吧 在你看来 寄信非常勇敢 冲锋献阵 在所不思 你很讲义气 好 我见大王的时候 请奏提拔你 大人 那寄信呢 寄信 他满腹牢骚 就让他 去当他勇敢的兵吧 既然如此 旧请大人收回成命 周科也不敢领受 说说为什么 我当武长 毕竟和兄弟们都在一起 如果提升了我 帝位便超越了寄信 这兄弟就没办法再做了 为了一个兄弟 就甘愿当你的武长 周科也不敢领受 周科 您是好样的 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回去吧 谢大人 谢大人 大将军 汉王几次休书 催我们去救行仰 希望大将军能够挥兵南下 向储君展开进攻 你只是按兵不动 这是为什么呀 长山王殿下 将军正是尽了臣子的本分 才将队伍调到萧武驻扎的 眼下最关键的是 等待时机 到那个时候 恐怕汉王已经不在了 就算汉王在这儿 我也不会改变主意 你 汉王会同意我这么做 陈平大人 寄信我给您带来了 这回肯定错不了 有劳夏侯将军了 我想和寄信单独谈谈 大人 不知找小人何事啊 寄信 据我所知 自守城之战 你赴上三次 应该受到嘉奖 可是你满腹牢骚 口出不逊 没错 我心里憋得慌 那你为什么不逃跑啊 再有 你可以投降项羽啊 跑 这全是我认识的人 我跑哪儿去啊 再说 投降 我既信 可干不出那么丢人的事啊 好样的 既然如此 我陈平有一事相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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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请教 说 为了我 不 为了主公 也不 是为了 大汉的江山 你要做我一件事 我会把你们母子 都托付给张良的 你放心 他会保护你们的安全 大王 陈平求见 这大半月的干什么呀 我要跟你一起走 别说傻话了 你现在是做母亲的人了 保护好如意 臣妾担心大王 不用担心 不久我们就能见了 陈平见过大王 见过夫人 你先下去 什么事 大王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要向您禀报 你想说的是弃城的事吧 是 你反对啊 不 臣完全同意 敢问大王的事 如何弃城 如何突围 大王想好了吗 你有什么办法 从目前的形势看 咱形阳城被围得水泄不通啊 您很难逃出这形阳城啊 别这么啰嗦 你到底想说什么 他项羽恨的是您 他想要的是您的命 也就是说 只有大王您 才能吸引项羽的主力部队啊 弟兄们才能够顺利突围 你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让我当这个诱饵吗 亏得你想得出来 大王 我这主意 听起来是个馊主意 不过 我们稍改动一下 那就是 我们找个假汉王 让这假汉王 穿着您的衣 坐着您的车 打着您的旗 肯定把项羽的主力部队 给吸引开 那个时候 您就趁黑 趁乱 赶紧出城 出了城就往南跑 屋里地以外 有一片树林 我在那儿 给您安排了一辆马车 不妥 这会让世人笑话我刘继 贪生怕死 贪生有什么问题 天下人谁不贪生 怕死又有什么可耻 天下人谁不怕死 天下人谁不怕死 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死 怎么死 要死有所值啊 您是汉王 您要为大汉的江山所想 您要为大汉的弟兄们所想 我们以很小的代价 换取更多弟兄们的生命 这有什么不好吗 大王 人 我都给您选好了 正所谓 体有贵贱 有大小 无以小害大 无以贱 害贵呀 大王啊大王 您只考虑一个弟兄的生命 您怎么就不考虑 这成千上万的兄弟们的性命 会白白送掉的 你 你先起来 先来 诺 让我想一想吧 诺 这件事情 不要跟任何人说 诺 来 见过大王 叩见大王 你叫什么 记信 记信 大王不记得我了 你是不是 在盲荡山的时候就在啊 没错 爱发牢骚 人称牢骚信 是 你知道你 你替我会死吗 大王 小人已经做好了 必死的准备 为什么呀 因为我跟你看不到头 什么头 大王 咱们打赢了多少仗 我不记得 但是咱们打的所有败仗 我全都记得 说说看 打狐灵 我们队死了十七个兄弟 打仗义 打仗义 很小的一仗 却死了三十五个人 彭城一败 又死了二十五人 大王 我说的这些没错吗 没错 大王 我早就想当着您的面 把我这肚子里的苦水 倒一倒 不 那么 你今天就说个痛快 兄弟们 跟着您这一路 从风沛到关中 从关中到南正 回丽阳打庞城 您知道我们心里 有多少的郁闷吗 您不知道 大家跟着大王你 可没过过什么好日子 我这个人 没什么大志向 就想好好当个兵 今天 这些话您让我说出来了 这些年的怨气 我就算发了 我痛快了 话又说回来 我还要多谢大王呢 谢我什么 谢大王 让我也能当几天王啊 今天 我算是看到我的头了 可是大王 您是不是得给兄弟们一个头啊 大王 别犹豫了 咱老沛县的兄弟 现在可没剩多少了 如今我们队 只剩下我和周科 大王 难道您真的想让兄弟们 跟您一块去送死吗 大王 您就答应吧 刘继 你别以为我是为了你去死 我是为了身边的这些兄弟们 你一定要把他们都带出去 不能再死人了 大王 我会尽量拖延时间 您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把大家都带出城去 一定要活下来 大王 求您了 大王 求您了 他 放 放 冲啊 冲啊 出国的火球来了 快跑啊 快快快 让他让他 快醒醒 快撑啊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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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押入胸口 醒醒 停住啊 停住 停住 快撑 不然跑 快抬上来 让弟兄们撤城的事 都安排好没有 另外 百姓安顿好了没有 大王 撤离的事情 已经安排妥当 留守的将军 还需大王定住 这个人选我已经有了 是谁 守城的将军 就用卫豹担任 大王 只要给他 还不立即就垮了 刚出城 就会被土径碾上的 卫豹的事 我已经想过了 用卫豹手上 无非三个结局 第一个结局 他弃城投降 这样倒简单了 别说我们汉军 就是项女 也不会饶过他 还有一种可能 他战死 这样对于他来讲 算是洗刷了一生的耻辱 我会以王者之礼 厚葬他 还有一种可能 当然 这是最不可能的 就是 他打胜了 如果他真能打胜了 我还真得好好地靠了 我得一员猛将 也没什么不好 汉王 为报此人一无指挥的才能 二无必死的胆量 此人不合适 让我留下吧 自方 这时候不要跟我说这种话 你是不可能留下的 大王 我见义人可胜此人 谁 周科 不行 他只是个部族统领 可 周科 是封义人吧 对 我知道他 这个人忠诚可靠 可以忠人 嗯 好 就这样 我们分头行动 大王 此话何意啊 很简单 如果我跟着你们行动 那我们的目标太大 项羽是不会放过我 他一定会穷追猛打 这样我们伤亡会更多 如果我们分开 会让他们不知所措 紫芒 我拜托你一件事情 请照顾好我的家眷 带上他 下回应 在 你跟着我 诺 好 告诉弟兄们 天一黑 我们开始突围 大王 不行啊 别再说了 赶快走 来不及了 这 走 要快走 我 我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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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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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头门 开头门 兄弟们 跟我六邦杀出去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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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邦杀死 六邦杀死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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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兴兄弟 一切都拜托您了 关上尘门 继续检守 报 大王 汉王刘继 以驾车逃跑 从哪里逃的 东门方向 已经逃出城了 让他逃 诺 来嘛 要杀就杀 还当什么 刘邦呢 我就是刘邦 大胆 安口胡言 你可知道这是项王 你就是项羽啊 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大吗 我再问你一遍 刘邦在哪里 他在哪儿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等他回来的那天 就是你的末日 我们的大王 迟早会砍下你这颗脑袋 烧死他 诺 来吧 烧吧 老子现在正冷着呢 大王 来世 再与你做修典吧 刘邦未必逃了出去 封锁城门 诺 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你要用生命保护它 亲手交给项王 明白吗 大人放心 时间不早了 赶快出发吧 诺 怎么又回来了 启禀大人 向王的使者来了 向王居然没有把我忘记 赶快请 诺 终于把你盘来了 监国卫王 告诉你 现在是捉刘邦的最好机会 计划 我已经为向王想好了 做你的梦去吧 想抓汉王 下辈子吧 你 你 你 可以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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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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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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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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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大哥 这便是守将 舟科 竟是我那么多次的攻击 却能存活下来 看来你还有点能耐 废话少说 你还是赶紧杀了我吧 我要去追求我的好兄弟记信 记信 就是那个冒充刘邦的人 你很清楚 刘邦把你留在城里 下场就只有死 知道 你和你的兄弟 这样为刘邦卖命 却落得如此下场 不值得 不 跟着我 来我储君当将军 不 赐你万户侯 如何 不 封以为上将军 关节在他们之上 如何 不 不 赐你万户侯 不 赐你万户侯 不赐你万户侯 你可知道 这是用来干什么的 这是烹我的吧 这是烹我的吧 你万户侯 不 沐 你拐 不 赐你万户侯 你万户侯 你们兄弟俩 大可不必死 尤其是你 行行吧 跟着我 世人说梦 你马上就要死了 你知道吗 世上最惨最痛苦的司法 像只羔羊在油锅里面翻滚 趁我还觉得你是条好汉 现在求我还来得及 我求你了 你碰了我吧 我成全你 碧熙 紫이드 兄弟来找你来喽 大哥 我还是琢磨不透 刘邦那个小人 究竟用了什么样的招数 究竟用了什么样的招数 拗络了那么多的人 死心塌地的帮忙 甚至为他去死 大将军 有消息说 项羽储君攻下了刑阳 汉王怎么样 汉王下落不明 我听说项羽杀敬刑阳 到处搜索汉王 大将军 要集结军队吗 来人 大将军 等等 秋后 军阳下落不明 ốt 大将军队 要集结军队 一堆队 让弃队 慢点 评论 虽然是 两枪 说 鱼 他们能渡过南关化陷为夷 我们哪儿也不去 告诉梵快暗兵不动 照常操练 是 我明白了 名字姓夫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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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韩大将军真是有本事 把这些兵士练得是有模有样的了 来来来 喝酒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两个还有心情在这喝酒 你们还是汉王的部下吗 还是汉王的兄弟吗 在大将军这儿怕是把汉王都忘了吧 怎么了 怎么了 星阳城已经陷落了 怎么回事 什么时候 大将军破了渭河赵以后 现在正在准备去攻打齐帝的储君 那么还有谁能够救汉王呢 曹大人 这怎么办啊 大将军在警行打破赵军 是去年十月份 回到黄河北岸 是十一月份 从那个时候算起到现在 掐着指头算 差几天就八个月了 他一直按兵不动 这是为什么 这些日子我们一直在训练士兵 一天都没有耽误过 是啊 汉王知道吗 行阳城中的汉军知道吗 他们盼着大将军去救他们 如同九汉盼甘露一样啊 我听到传言 说大将军自己想称王 不可能 不可能 殿下何出此言 大将军这么做 那也都是为了汉王嘛 不可能 不可能 长山王殿下 这点我可以向你保证 大将军对汉王是忠心耿耿 绝无二心 还请长山王殿下仔细观察 我这个监军啊 倒要好好监察一番 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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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驾驾 汉王使者到 打开他们 驾驾驾 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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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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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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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搜探 开 集结部队 拿着大将军的印信 你和樊快 马上集结部队立刻出发 诺 不要动了 大将军 你训练的新兵确实有一套 这么帮人让你训练成了虎狼之师 章儿封为赵王 你就是赵国的相国 兵我先带走了 给你留下两千 你呢 再招募些新的 我相信你一定会把他们训练好 不日我们将攻打齐国 歇息吧 诺 诺 大将军 我看见营中兵马在调动吗 大王把印拿走了 大王来过了 封你为赵王 我为赵国的丞相 这给咱们留下两千人吧 不是攻打齐国 两千人吧 攻打齐国 大将军 汉王疯了吗 那齐国有七十多座城池呢 他们一人一口唾沫 就把咱们淹死了 你怎么还笑呢 大王让我招募新兵 训练新兵 令我不日攻打齐地 这剑没拿走 那我还是大将军 是是是 这两千兵马还是 是 传令 让两千人马上回家 放他们回家 大将军 你疯了你 给他们足够的路费 规定他们十五日之内 必须回来 告诉他们 如果一人带回五人 我升他为五长 带回十人 我升他为十长 如果带回一百人 我升他为百户长 恩兴不怕大仗 就怕没有长大 不费吹灰之力 刘邦就强行夺回大军军权 这件事在刘邦一生中 可以说是最漂亮的表演 随后刘邦又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军队 他又可以继续上阵了 大王 军中快断粮了 还能坚持几天啊 从昨天起就算断粮了吧 榆树叶子都快吃完了 现在士兵们都在满山遍野地 找田鼠吃呢 萧和是怎么回事啊 咱们没消息啊 已经去了两批信使了 想必萧大人也有他的苦衷吧 可是他不是不知道 咱们现在的状况啊 汉王不妨再给他写一封信 写信有什么用啊 这次啊 不要催量 什么意思 汉王只问候他的身体 他就会明白了 哦 我现在就写 这次啊 我先去 好 走 我先去 看夕阳嬉嬉嬉 踏破了蹄蹄 恰似一口笑语 往事重点 你的心思 我最流浩尖 我是你的一切 你是我的一切 没有你又何必 要什么出何寒净 我宁愿为爱而生 为爱而灭 我宁愿为爱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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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宁愿为爱而生